今天先来关注到受到冷气团的影响 南投荷欢山一早就下雨 因为气温够低接近零度 所以从上午9点45分左右就开始下起线来 到荷欢山玩的民众拍下天空下雨 其中更带有一颗一颗白白的线 他们开心的把雨伞倒过来装 伞面上都是一点一点白白的 还有饭店外的木栈道也是布满了雨线 松雪楼的工作人员说 目前山上湿度够有95% 加上气温只有零度 所以大家也满心期待 看晚上有没有机会下雪 给您最专业的华氏新闻